玉璃镇一位民众 陈国正 投资300多万元 打造了玉璃镇的新商圈 准备设置黑熊市集 并且主动地跟中华邮政来联系 也获得了中华邮政大力的支持 同时发行了纪念套装邮票 行动邮车三代同堂邮票的发行 共同推销玉璃镇的旅游经济 黑熊市集市卖会 预计在年底的12月30号来登场 玉璃镇知名的臭豆腐店旁边 原本是一处废墟空地 不过玉璃镇一位民众陈国正 投资了300多万元来打造玉璃镇的新商圈 准备要设置黑熊市集 并且主动跟中华邮政来联系 获得了中华邮政大力的支持 并且发行了纪念套装 很多朋友问我说 标这台车要干嘛 标这个地要干嘛 我都会不知道 黑熊市集望眼看过去 可以看到已经上了灰色期的大游览车 以及三间的吧台店面 旁边也有几棵植物 经过的民众目光都会往那里看 现阶段最热门的第一代邮局车 都已经整理好了剩下这里的装潢跟作严 差不多12月底 就在元旦境点 这边车子弄好那边也要装潢 那边也要整理 因为这台车子也差不多了 已经差不多整理好了 陈国阵因为租任证明广场对面一块摆平土地 打算设置黑熊市集 伴售地方农产品以及文创品 修复完成的这辆第一代油车 预计12月底会更开亮相 并且结合黑熊市集营造玉里镇的新商圈 让民众来参观拍照促进观光 记者高雄玉里镇采访报道